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國焦點新聞 繼星期三解放軍東部戰區發言人施毅說 近日東部戰區在台島周邊海空域組織多軍兵種聯合戰備警察和實戰化演言 是對美台歐連的嚴重警告 星期四下午國防部舉行例行記者會 國防部新聞局局長、新聞發言人吳謙大教回應記者的提問 有記者問到根據台灣媒體的報導 一架解放軍的母直10攻擊直升機 近日進入所謂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 不僅越過了海峽中線 甚至深入對面900米 引發了島內的媒體關注 請問發言人對此有什麼評論? 吳謙回應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哪來的什麼海峽中線? 中國人民解放軍肩負著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神聖使命 有關戰分活動完全是針對台獨分裂活動和外部勢力干涉而採取的必要行動 對於美國國務院網站近期更新了美台關係事實清單 刪除了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台灣不支持台獨等表述 隨後國務院發言人又解釋說 美國對台政策沒有改變 美方仍然支持一個中國政策 不支持台獨 吳謙也是強硬回應的 說美國國務院在涉台政策的表述上是自相矛盾 暴露出來的心機可以說是司馬超之心露人皆知 他說一段時間以來 美方不斷地虛化屠空一個中國原則 網途採用切香腸的方式實現以台制華的圖謀 這個完全是癡心妄想 他說中方證告美方的一些人在台灣問題上切香腸一定會切到自己的手 他說中國人民解放軍嚴陣以待將會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粉碎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圖謀 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另外吳謙又強調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這是國際社會普遍的共識和供應的國際關係準則 美國的一些議員傳訪台灣並發表挑釁性的言論 純屬是挖眾取寵的政治作秀 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他說那些叫囂要讓中國大陸付出代價的人 首先要做好自己付出代價的準備 在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上 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向敢於出手、敢打必勝 台灣方面公布在今月10日 一架解放軍的武直10直升機 越過了台海中線900米 是一年多以來中國大陸的軍機 首次越過了台海中線 武直10稱號是霹靂火 被稱為奪島利器 過了台灣的中線有它的政治含義 上一次是去年5月20日 台灣領導人就職一周年 當時有兩架軍機 以採取擦邊球的方式 越過了台海中線的南端 上一次是2020年9月18日 一架殲10和一架殲16戰機 越過了台海中線的北端 當時是美國助理國務卿訪台 過去兩次都是以快速的戰機越線 而武直10這次就是慢速的越線 這次國防部發言人吳謙也說得更清楚 就是不滿美國打台灣牌 而且警告在台灣問題上切香腸 一定會切到自己的手 武直10武裝直升機是中國獨立研製的 第一種專用型的武裝直升機 號稱是霹靂火 它的性能水準和美國海軍陸戰隊的 AH-1Z型直升機是類似 是一種中型的戰鬥直升機 由於機動性能優異 綜合作戰能力強大 直10被外媒稱為世界上最為現代化 以及是最具戰鬥力的武裝直升機之一 武直10的機身兩側設計是有短翼的 快速飛行時短翼可以增加升力 同時短翼上設計了四個外掛點 可以掛載四聯裝反炭黑導彈 以及多管火箭發射槽 航炮的吊艙等無裝備 用於對地對海實施打擊 甚至可以外掛附油箱 用於遠距離轉場飛行 武直10的機頭下方還有一枚單管的 23毫米航炮 武直10還裝備了中國研製、全球獨一的 天燕90直升機專用空對空導彈 具備了很強的直升機之間的空戰能力 過去武直10只是裝備給解放軍的陸軍航空兵 並沒有裝備給海軍 但近年來解放軍的陸軍航空兵 武直10已經反覆在海軍的登陸艦上訓練 一旦衝突爆發 大批武裝直升機 將直接部署在登陸艦或兩棲攻擊艦上 在第一批精準火箭炮或彈道導彈洗地後 利用霹靂火武裝直升機超低空的遠程施襲 卓越的低空突防能力為登島的解放軍 開闢了著陸場 台軍基本上是很難防備的 接著看看台灣的疫情 台灣確診老翁在家中死亡12小時 政府遲遲不理會 家屬是露轟的 台灣新增8萬1千多宗的本土確診個案 再多104人死亡 是台灣疫情爆發以來 單日死亡數字最高 新增的104宗本土死亡個案中 是56男48女 年齡介乎未滿5歲至90歲以上 97宗具有萬性病史 49宗沒有接種疫苗 死亡個案中包括兩名兒童 是日前公佈的4歲腦炎重症女童 和1歲搶到閉鎖重症的女童 台灣網民星期四在社交平台發文 說確診的爺爺星期四凌晨突然沒有呼吸心跳 並且已經棄絕到場的警員就指 沒有衛生局開出的死亡證明之前不能移動遺體 網民說衛生局收到死者是確診者之後 就說要交給疾管處做決定 於是後續就沒有了後續 在網民發文之時 爺爺的屍體已經在家裡放置了超過12小時 家屬在鐵文寫說 爺爺原本是肺癌和腦癌患者 在家中離世 前幾天在醫院被測出感染新冠肺炎 醫院就說叫他們回家照顧比較好 所以他們就把爺爺和媽媽一同帶回家中 家屬抱怨不停聯絡衛生局 但始終沒有消息 家屬無奈地說希望政府可以給出一個明確的解答 確診者在家中過世的話 到底是否有明確的標準處理程序 他說爺爺在醫院確診已經很倒楣了 現在回到家當中不幸病逝 更不能一路好走 除了無奈就是無奈 接著看看內地的疫情消息 上海會分階段恢復實體貨 而深圳出台30條措施速消費 內地疫情轉趨穩定 上海全市的高三和高二年級學生 從6月6日開始 初三年級學生從6月13日開始可以回學校復課 而中小學其他各年級學生 繼續在家裡網上學習至學期結束 因為情況特別 針對這次的高三、高二和初三的同學 回去學校復課不做強制要求 考生和家長可以選擇回學校復課 也可以選擇在家裡網上複雜 另外深圳市發佈關於促進消費持續恢復的措施 其中提出對新構置符合條件新能源汽車 並在深圳市內上排的個人消費者 給予最高不超過一萬元的補貼 全面落實國家新能源汽車 免徵車輛扣置稅的政策 家電方面5月至8月期間 對於消費者購買符合條件的電視機、冷氣機、雪櫃、 洗衣機、廚房家用、廚房家電、 生活小家電等家用電器 按照銷售價格的15%是給予補貼 每個人累計最高是2000元 同樣對於消費者購買符合條件的手機、電腦 包括平板電腦、耳機、音響、 全屋的智能家電、智慧穿戴設備、 消費級的無人機、智慧家用機械人、 智慧健身器材等器材 都會按照銷售價格的15%給予補貼 每個人最高可以獲得2000元 最後看看中國氣候變化特使 蟹振華說中國未來10年會種700億棵樹 中國氣候變化特使蟹振華宣布 中國將積極響應世界經濟論壇的 全球種植萬億棵樹領軍者倡議 這個倡議是志在支持聯合國生態系統 恢復10年行動計劃 世界經濟論壇和中國陸化基金會 將會積極回應並支持這個貢獻在中國的落實 這個倡議將會鼓勵包括企業個人 以及各級地方政府在內全社會各利益相關方 力爭到了2030年在中國種植保護恢復和管理700億棵樹 而採取行動 在達玉斯舉辦的2022年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 蟹振華氣候特使宣布 中國的森林覆蓋率和森林的蓄積量 最近30年一直都是相增長的 中國佔了全球新增的綠色面積25%以上 中國響應世界經濟論壇倡議的 全球值1萬億棵樹行動 中國歷增在10年內會種植700億棵樹 綠化地球應對氣候變化,增加森林探匯 世界經濟論壇執行主席施雅布教授表示 感謝中國所作出的努力高度讚賞中國通過 以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為基礎的支持 巴黎協議和生物多樣化目標等相關國際承諾 過去10年間中國的森林資源增長面積超過7000萬公頃 這使得中國從生物多樣性保護 可持續利用以及氣候治理當中受益非淺 亦推動了中國的濕地和森林的恢復 以及荒幕化治理工作 中國的十四五規劃提出了2025年 將森林的覆蓋率提升至24.1% 增加森林的積蓄量達到190億立方米 基於科學的國土綠化工作以及跨國際合作 已經成為森林生態系統恢復提供了重要的機遇和再體 今天的分享到這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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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